上屋抽屉 好东西呢 在哪儿啊 猫小洞 猫小洞 你就在上面看好东西吧 骗人 哪有好东西 就是36级第28级 上屋抽屉呀 后汉末年的时候 荆州的长官名叫刘表 他很喜欢小儿子刘琪 却不喜欢大儿子刘从 所以刘从的母亲非常气恨刘琪 一直在暗中想点子害他 哎呀 我的儿 这是我亲手做的 快吃吧 您也吃 我 我就算了吧 死猫 将我鸡腿 这老猫早就该死了 怎么拖到今天才死 真是的 这鸡腿脏了 我就不给你吃了 就这样 时间一长 刘琪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于是 他就找诸葛亮帮忙 可是 哎呀 你给我出出主意吧 我好怕呀 不行 为什么 隔墙有耳 这间房子没有窗户 放心了吧 隔墙有耳 刘琪想来想去 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天 他请诸葛亮到一座高楼上喝酒 还要爬多久啊 快 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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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到了 喂 把梯子撤了 你干嘛 这里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就不怕隔墙有耳咯 诶 诸葛亮没办法 只好讲了个故事 说的是春秋时期 晋献宫的妃子 想害他的两个儿子 申生和崇尔 崇尔知道很危险 就先逃出了晋国 申生呢 却留了下来 父王 我给您送好吃的来了 哦 我儿子就是孝顺 我来尝尝 诶 大王 等一下 这食物是从外面进来的 说不定会有污染呀什么的 还是让别人先试试吧 你 先吃一点 是 好好吃呀 哈哈 我说没事吗 肚子好痛 有毒 有毒 来人呐 把师生给我滚起来 啊 不会呀 来之前我还吃过的呢 父王 父王 父王冤枉啊 傻蛋 我在半路上把食物偷偷换掉了 跟我斗 你还嫩着呢 哈哈 哈哈 食生好可怜呐 你要不想跟他一样惨 就记住一句话 身生在内而亡 虫儿在外而安 呃 嗯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身生留在坏人身边 所以死定了 虫儿离坏人远远的 所以活下来 你的明白 啊 明白了 哦 哈哈 我马上就跟父亲说 让我躲得远远的 呃 等一下 哎呀 不能等了 再等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父亲 我来了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梯子没了 呃 上面的故事里 刘奇用的就是三十六计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刘奇为了让诸葛亮没有后顾之忧 便故意引他上了一座高楼 还把上楼的梯子也撤了 让他想吓也吓不了 最后只好给他出主意 帮他逃过后母的毒害了 不过嘛 用这一招的时候 该怎么把对方引上屋子 还得动动脑筋哦 最近 我们幼儿园来了一次小红花大评比 小胖和丫头都很惨 一朵小红花都没得到 因为小胖太懒 丫头胆子太小 所以他们学什么都好慢 于是老师教给我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最近小胖和丫头表现都不好 你作为班长 可以找一个学习好的同学 帮帮他们吗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是 你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不干 我以班长的名义 嘿嘿嘿嘿 骰巨哥 眼镜哥 你看 这是猪猪特工队的电影票 想不想看呢 想看就要答应我的条件 无聊 没见过眼镜哥这样油颜不尽的人 不过我毛小豆是谁呀 这点小小的挫折哪能难得倒我呢 你们想想眼镜哥喜欢什么 喜欢戴眼镜 但我没问 眼镜哥好像喜欢看书 我每次看见他他都在看书 好像是的 这下好办了 丫头 你家最近不是安了个大书架吗 对呀 好 就定在你家 快走快走 你拉我到丫头家干嘛 有好东西给你看 去了就知道了 嘿嘿 哦 怎么样 是好东西吧 知道你喜欢看书 看吧看吧 免费的哟 嘿嘿 怎么样 好不好看 别烦我 故事正紧张呢 哎 你干嘛 你干嘛 这书虽然免费 可有一个附加条件哦 你怎么不早说 什么条件 嘿嘿 给小胖和丫头补习 原来你早有预谋 嘿嘿 承让承让 你不答应 书可就不能看了 这可是丫头家的书哦 嗯 3 2 3 5 4 6 10 7 10 11 上屋抽屉 就是先用一点好处和一点破绽引诱对方 来个诱离深入 然后切断后路 让他想会也退不得 只好答应我们的条件了 这一招的诀窍呀 就是看准了谁都有弱点 你们瞧 就连眼镜磕也不例外